据报道 日前有21名共和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要求拜登政府邀请蔡英文参加APAC会议 并威胁称 如果因大陆因素而不让台湾参加 恐将向外界传递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受制于中国的不利信号 针对此事 台世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会议称 台湾参加APAC有长远做法 参与多年且方式活跃 有关本次参会方式将再行讨论后做最好安排 事实上 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皆未曾参与APAC会议 蔡英文在任7年期间 前两年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中国台北代表 2018年起改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出席 而APAC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国际法中的一种原则 从来不会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去参加 因此 美国这次虽然是所谓的主办方 他也不能违背APAC长期以来的原则和惯例 至于说吴钊燮和所谓的蔡英文办公室的表态 无非就是虚虚实实 试图借着这个话题来炒作所谓的台湾的能见度 专家指出 此次21名美国众议员联署致函 纯属对外作秀和对内搞政治斗争 而且美国政府目前迫切需要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与合作 以解决越来越危险的经济衰退和地缘困局 绝不会轻易触碰红线 但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目前的反华政治生态 以及出尔反尔的政治失信 已经让相关的对话失去实质意义 因此对美国采取了听其言 观其行的策略 所以美国方面固然有炒作台湾牌 进而试图打压中国的强硬派 但是拜登政府实际上更希望开展对华合作 自然不会听之认之 明天!